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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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負上的困難 生了病的一個病人 難得會有解救的方法 是希望公司在產生財務困窘的時候 或是財務痛苦的時候 那注意一下這個財務困窘跟財務痛苦 是實際上沒有明顯的一些事件可以去identify 因為他不太像說 這個公司已經產生違約 然後被債權人告 那違約被債權人告 這些都是可觀察到的一些 一些客觀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今天要研究的所謂的財務的困窘 或是財務的痛苦 就是一家公司 他目前已經對局債的一個支出 已經產生困難的感覺 注意喔 他只是產生困難的感覺 他還沒有違約 那也就是說 你在產生困難的感覺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做一些調整 你公司財務的一些手段 然後讓自己公司看能不能把這個財務的危機 財務的困窘把它解決掉 那不要讓他就拖到 必須要去進入所謂的重整跟破產的程序 那這是我們上這門課的目的 就好像如果說你們現在很多的同學 那我們假設你們有一些收入 也有一些支出 那如果說你的支出開始大於收入 而且是連續好幾個月 那當然我們假設你有信用卡 所以你已經開始使用信用卡的循環信用 而且這個循環信用呢 很可能非常接近你被授權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信用額度 那雖然表面上 你還沒有所謂違約的紀錄 你應該還繳得起信用卡公司的每月 陰角的最低的數額 但是你已經知道 你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你可能在可預期的未來 就會 所謂的 就是刷爆你的卡 或是說 你可能已經就 到達你可借錢的一個上限 那你就無計可施 那所以呢 你還沒有到達那個境界 但是你已經感覺到說 你已經路不服出 你已經開始在使用循環信用 然後你開始在財務上已經產生困難 那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你在那一段時機的時候 不要等到事情大道理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你就開始去做一些解決 那所以呢 我們其實在講的 這個企業的境界 就跟我剛才所舉的個人的理財 方面所遭遇到的問題 是蠻接近的 也就是說 你不要等到事情大道 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才去處理 因為那時候的破產成本就非常的高 就好像你們個人的信用也是一樣 你不要等到說你個人 必須要去那個刷爆卡 或是讓那個信用卡公司 然後去告你 或是你必須要去借助的公權立法院去解決你的財務上的問題 或宣告破產 那如果那樣子的話 你以後也會有非常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以後 可能你自己要買房子的時候 要去跟銀行借錢 銀行說 你過去有 信用不良的紀錄 所以我們不會借你錢 或是你不能申請信用卡 儘管你要到國外去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沒有信用卡的話 你們現在大家都很方便的那個網購 你大概就不能做 因為你沒有信用卡 對不對 那所以你會發現說 不要等到事情 已經沒有辦法減救的時候 然後你讓它爆掉 我們希望說 在我們產生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如何去解決 那當然 解決有可能成功 解決有可能不成功 那如果解決成功的話 那當然是很好 那回復正常的公司 那 如果解決不成功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還是會把 重整跟破產的程序 那跟各位解釋一項 那企業如何去解決這個 重整跟破產 會比較有效率 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也會講得到 好 那所以呢 我們財務危機的定義 Financial Distress 我們的定義就是說 一個公司因為取債太多 固定的財務支出過高 因此呢 引起某些 績效比較不好的年度 產生支付上的困難 那注意喔 我們當然知道說 一個正常的企業 他如果因為正常的營運 他必須要去舉債 而且必須要去舉很多的債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說 在正常的年度來講 這家公司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當會碰到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 就是績效不好的時候 就是營運比較不佳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大家現在常常看到的 就是Sharp 或是Sony 那幾家公司來講 那他們原先都是採用高舉債的一個經營策略 然後呢 當然在景氣良好的時代來講的話 那這些公司應該都可以做得還好 但是景氣不好的話 像Sharp目前來講的話 那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債會到期 那所以他現在就必須要去做非常多的一個公司上的調整 注意喔 嚴格上來講 Sharp還沒有到違約的一個狀態 Sharp目前所處的狀態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Financial District 財務困窘的狀態 所以他今天會找很多的其他的廠商 來策略聯盟 來入股 那或是跟銀行再去舉新的債 那原因就是說 他的舊的債 可能負擔非常的沉重 也逐漸再到期 所以他開始感覺到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我們想舉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各位要了解得到 我們的財務困窘 其實我們的定義事實上是跟舉債有相關的 你要知道說 很多很多的公司 他還不出來錢 他有些是因為 我們舉例來講 如果今天有一個失業的人 失業的人 就是他沒有收入 那儘管他目前的舉債是非常的小 但是因為他失業 那因為他失業而還不出來他的債 那這個原因 就比較不會被歸納為財務困窘 因為他跟舉債行為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聯 跟他付不出錢的這件事情來講 是因為他沒有收入 那事實上 因為沒有收入而付不出來錢 我們在這邊的定義 就不叫說financial districts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那些手段 都是跟債權齡有關 那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一個沒有收入的人 或是一個突然發生 比如說有一家公司 他本來經營得好好的 那突然發生一個大火災 把他整個公司都燒掉 所以他今天還不出來錢 那這個跟舉債本身來講 並沒有太大的關聯 而是跟他的營運上面 所產生的困窘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如果要去做 比較詳細的一個區分來講的話 我們說公司繳不出來錢的原因 可能有兩個 一個叫operating上面的distress 一個叫做financial方面的distress 那我們希望我們今天的一個討論 就比較集中在我們的financial distress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提醒各位 其實這個不是完完全全可以很清楚的界定 比如說我們這邊所講的就是說 一個公司舉債很多 正常的年度可能不會有問題 但是在績效比較不良的年度來講 就會產生支付上的困難 那績效不良是不是算operating方面的一個不良的績效 那當然也是 所以他沒有辦法非常引簡去去發分說 哪個公司所引起的問題是財務上的困窘 哪個公司是營運上的困窘 但是我們在這邊會比較偏重在 他舉債應該有一個顯著的一個比重的一個公司 他產生財務上面支付上的困難 那當然呢 那產物的危機或是我們所謂的financial distress 如果你要不處理的話 那他很可能會產生所謂企業的違約 然後或是進入所謂的破產程序 那進入違約或是破產程序來講的話 那事實上是公司蠻嚴重的狀態 就有點像是你信用開始已經受損 或信用已經破產 那信用受損跟信用破產 對一家公司來講是非常大的代價 我們很少看到信用破產信用受損的公司 他重新回復到原狀 這是還蠻難的 所以公司會竭盡所能 會想避免掉這個破產或是信用破產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應該是強調說 我們企業可以做一些調整方面的一個行為 比如說出售資產或重新議員 來規避這個違約的事情會產生 那今天你當然會看到像希臘啦 或像葡萄牙啦 像他們那一些國家的債務也是一樣 他們就盡量想辦法在違約之前 然後想辦法利用一些調整 然後看看能不能讓這個債能夠在某種條件之下被解決 那我們等一下會談到一些解決的方法 其實你們剛好都可以用在今天你可以去看看那一些財務困難的一些國家 那他在常在上面為什麼 我們有很多的那個其他的國家答應要救他 但是他自己要去做一些調整 那所以這些大概都可以蠻相通的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其實我們在講的是一個蠻模糊的概念 就是說什麼叫做財務困難 因為他不是一個客觀可以觀察到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財務困難事實上不同的學者 會有不同的一個定義 而且這個定義來講的話 可以非常的不一樣 那事實上我原先在講那個 可能在其他的課程裡面 我會講一些重整跟破產的一個程序 那在重整跟破產程序的時候 我們再講到財務危機 就是financial district的一個定義 那事實上不同的 不同的學者 不同的那個法律學家 他們在定義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非常不一樣 那其實也是真的 比如說我說你路撲夫出 那你什麼叫做路撲夫出呢 因為你從外觀上看起來 每個同學都長得一樣 對不對 那你如果路撲夫出 除非你有辦法去解釋一下 路撲夫出很精確的定義是啥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這個 financial district 我們只是說 可能很模糊的帶過去就是說 你因為舉債的行為 而產生財務上固定的支出 那你因為在應付這些固定支出的過程當中 已經產生困難 但是我們並還沒有產生違約的情勢 所以我們想講的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當然不同的學者 會有不同的一個定義 那我們在這邊來講 在財務跟法律上面 我們常常會提到一個insolvency 就是無利清場 無利清場 無利清場的概念 其實有存量跟流量的概念 OK 存量的概念就是說 企業的資產價值 低於其負債的價值 那各位要注意到 資產價值小於負債的價值 是不是代表一定違約 其實並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你負債不會在同一天到期 對不對 那你可能負債產生的每一年的利息 我還能夠清場 對不對 因為我有資產 我只不是目前的問題是資產小於負債 但是負債不會馬上到期 所以我可能現在還是 沒有違約的狀態 但是我已經會產生 所謂財務上支付的困難的一個概念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 它是流量的概念 那這個流量的概念就是說 企業每年所產生的 自我產生的現金流量 無法支應 這個契約所產生的一個 融資的費用 所以說我今年賺的錢 跟我今年必須要去還 本金跟利息的錢 是比不上的 那這個概念也並不代表 它一定會違約 為什麼 因為我只說我今年產生的 現金流量 那我銀行的帳戶裡面有沒有錢 可能有錢 所以我銀行的帳戶很可能 拿出來可以補貼一下 今年過得了 對不對 因為 我們的這個 definition是說 我今年 營運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或是自然狀態之下 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不足以支付本金跟利息 但是我沒有提到 我資產的帳戶裡面 是不是有現金 或是有現金約當量 那我如果有現金跟 我有現金約當量的話 那事實上可以拿出來補足我 營運現金流量的補足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呢 是可以 比較可以感覺得到說 這家公司因為舉債的問題 可能已經有一點警訊 但並不代表他們 馬上會面臨到違約的警示 所以我們這邊 這個無力清常的一個定義 就是用那個 我這邊打錯了 這個流量的概念 因為我是用Copy過來 然後改了中文 沒有改英文 這個是那個Flow Base 不是那個流量的概念 因為這是今年才剛打的筆記 所以有些時候 不小心我自己沒有檢查出來 所以流量是Flow Base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呢 我們就要講說 那哪些企業比較容易產生企業的財務危機呢 那這邊所講的 各位可能一看起來 就有一點好像 很好笑 這哪算是一種理由的探索 可是真的就有一位教授 他去研究 他說為什麼 我們他會先去觀察Copy 很多很多我們可以判斷 他是產生企業財務危機的公司 然後去研究這些公司 跟他同一個產業 跟他所處的產業 到底有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 那他去做了很多比較靜態的一個研究 後來發現呢 他可以得出來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呢 相對於相同產業來講 農譽產生財務危機的 通常是那些取債比例比較高的 OK 那第二個呢 相對於相同的產業來講 會產生財務危機的 通常是績效比較差的 OK 這大家也make sense 那第三個 農譽產生財務危機的企業 通常是屬於decrying the industry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你不需要三個同時成立 你可能需要成立一個或兩個 你就可能會有財務危機的可能 OK 就是你的取債程度相對於 通產業的廠商來講 比較高 那你的營運跡效又沒有比較好 甚至處於比較差的狀態 那或是說 你這家公司是處於一個decrying industry 那這都會引起財務危機的一個 一個原因 那當然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 但是我相信各位都很聰明知道 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剛才也跟各位講 我們之所以要探討這個財務危機 那當然 我們是希望在這個微星沒有具體化之前 我們就希望能夠解決它 OK 就好像如果 舉你們的例子可能會比較容易了解 如果說因為你們 每個月賺的加鈔的錢 大概只有五六千塊 但是呢 你的手機又是用iPhone 對不對 然後呢 為了去取得最新版的iPhone 你很可能sign up比較高的一個 通話費的那種契約 很可能一個月就要交個 什麼一千塊的通話費的那個合約 然後再加上呢 你自己又有一部摩托車 那光那個用油啦 或是摩托車的修理保養 那或是說 你很可能不只只有你的手機 你可能也有你的iPad 對不對 那你可能也有買了很多很多 比較眩的衣服啦 或是比較眩的一些東西 那你會發現說 你每個月所得到的家教收入 五六千塊 路不付出 那反正你有信用卡 那你會覺得信用卡到時候可以支付一些 怎麼有的沒有的 那再加上你們同學們 之中又常常常出去聚餐啦 吃個飯啦 或是唱個歌 那你會發現說 路不付出了 那產生財務上的困窮 你會發現呢 循環信用越來越高 快要打頂了 那我們現在就問說 那你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OK 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當然我們這邊所談的很多的事情 有些不太符合個人的狀態 因為個人很可能 沒有辦法去要求一些什麼東西 在你沒有違約之前 你好像很難去做一些 一些東西的一個做法 第一個 當然我們這邊 來舉企業的一個做法 第一個 你要去 如果你已經發現 你有財務困窮了 那你會覺得 支付上會有一些困難 你已經有蠻多的債務 那那債務的利息的負擔又很高的話 那你可能可以做一些什麼事 第一個 出售主要的資產 那當然這個資產一定要 物超所值的 因為我們剛才所講 你如果之所以財務困窮 很可能 Definition的其中之一 就是你的 你的資產負債表 那種資產比負債低 那唯一能夠轉為為安的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用歷史成本 登錄的資產 可以賣得非常高的價格 那賣掉了以後 你可以清償掉部分的債務 那你會發現 可能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你的資產又大於負債 為什麼 因為 你要記住 你的資產通常用歷史成本 那你如果有一個交易的程序來講的話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資本利得 那它很可能到頭來會讓你的資產 又大於你的負債 我們假設那個資產真的是非常有價值的話 OK 那對於你們個人來講的話 你很可能就把你的名牌包 或把你的iPad 趕快趕快賣掉 然後趕快清償掉 一部分的循環負債 OK 循環負債 是一個利息非常高的 你如果清償掉 比較大一部分的循環負債 那你每個月所要繳的利息 就會比較少 你很可能 又會讓你的收入 大於你的負債 收入大於你的支出 OK 那所以第一個是出售主要的資產 那當然第二個 是要求跟另外一個公司來合併 OK 各位要知道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的那些 違約 或是破產的破產成本是非常的高 那破產成本 就是由所有的股東會來承擔 所以對你來講的話 你很可能會希望這個破產這件事情 永遠都不要發生 所以你甚至可以想要說 那如果有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在我沒破產之前 然後就幫我合併的話 那很可能可以規避掉 很高的破產成本 當然 你要知道你過去已經產生的損失 已經不太可能能夠恢復 OK 那你如果說因為 合併的過程當中 能夠減少 當然有些時候會減少 你如果不願意跟別人購病 一直拖到這家公司 違約或破產的情勢發生的時候 那當然 那當然 那個 那個 當然 那個 那個 那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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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當然 那當然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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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怎麼樣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 求是在Sharp的手上 Sharp如果沒有在 那個 債權到 到達的期限之前 解決他的財務危機來講的話 他今天所要面臨就是說 他今天所要面臨就是說 你在財務危機 你在違約之前 你就解決你的財務危機 就用革命的手段 解決你的財務危機 還是你要拖到 破產這件事情發生了 然後再讓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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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公司來減便宜 我們不要用那個 世面常常講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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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其他的公司來減便宜 因為那時候的資產的價值 跟那時候股票的價值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他是 已經讓那些破產成本 已經realize 所以呢 要求跟其他公司來合併 這 顯然也是一個 做法 那 當然 我們在現在 解決 希臘 或是解決 葡萄牙財務危機的過程當中 那 各位常常會聽到一個 一個 一個 所謂的尊傑支出的方案 OK 就是說 那個 他的所有的債權人 或所有歐盟的其他國家 會希望 這個 欠債的這家 政府 這一個國家 他能夠尊傑支出 那 當然 我們這邊 公司也必須要 想辦法去降低 資本支出 跟研發支出 各位要知道 資本支出跟研發支出 對於一個正常的企業來講 他是一定要做的 那 大家也知道說 所謂的研發支出 你今天花了多少錢 他的經濟效應 不可能會馬上就出現 甚至有可能不出現 所以這一方面的支出來講 對於一個 負債已經非常重的一個公司來講 這一類的支出 事實上 對於解決他目前的財務困窮 非常沒有幫助 OK 所以呢 我們 可能會請他們 就是節省這一些 對目前來講 很可能是非必要性 或是說 他實現經濟效益的 可能非常久遠的那種支出 資本支出跟研發支出 那減緩這些支出 通常這些支出來講 也是非常的龐大 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蓋一座廠房 就是幾百億 那做一個研究案 像你如果說是 生化科技公司 要去研發一種新藥 那很可能也是幾百億 一次就支出了 OK 那這一種研發支出 跟資本支出 他的經濟效應 比他不確定 而且經濟效益 實現的時間 也會比較久遠 那 所以 我們會 要求他先降低 這種資本支出 跟研發支出 那當然 如果時間還來得及的話 或是說 你其他的一些條件 都還不錯的話 那可能 會 會 想辦法在這個 債權到錢之時 然後得到 新的資金的益助 那各位 想想看 這個 Sharp 他目前 跟鴻海談定的條件 就是 Sharp 會釋出10%的股份 讓鴻海當10%的一個大股東 那這一些股票 當然是新運出來的 那他不會走 那些公開發行的程序 第一個 走公開發行的程序 會比較困難 你公司都已經 有財務困難 而且是眾人皆知 你如果要去賣這個股票 把10%的股票 丟到市場上來講 他會把現有的股價拉低的 你不要覺得10%好像不多 所以 他現在只能洽 特定人來投資 所以 他洽的這個特定人 當然就是鴻海 那雙面可以 意定一個價格 他不用增加那個 證券的supply 因為你知道 如果底面固定 supply增加的話 那股價又會大跌 對不對 所以呢 他會發行一些 一些新的證券來投資 那當然我們有講過 上回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克萊斯勒 他發行的是 可轉換特別股 對不對 然後 你也可以下特定人 來當你的那個 普通股的投資人 那私募資金是一個途徑 或是去找一個 要策略聯盟的伙伴 比如說 shop找宏凱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那這些股權進來 就會帶來一些錢 對不對 帶來一些現金 那這個現金 當然可以讓他流動性變高 讓他常債變得比較沒有問題 那當然 還有很大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跟債權人 議定新約 議定新約 我們通常來講 議定新約 當然就是希望債權人 讓付 那你今天可能會講說 我債權人為什麼要讓付 債權人如果不讓付的話 那我就會進入破產程序 那我們剛才已經跟各位講過 任何進入破產程序 那個債權第一個 他不用繳利息 第二個 他可能要拖個五年十年 然後才提出所謂的重整計畫 那拖個五年十年 重整計畫出來 很可能你得到的 就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債權的回償 OK 儘管你當時有 有說什麼 有擔保債權 有怎麼樣怎麼樣 那些到重整的一個 一個系統裡面以後 他就變成無效 OK 他要提出新的常債方案 那通常新的常債方案 對所有的債權人來講 只會部分清場 因為反而他就是 就是還不出來錢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說 債權人 他會去衡量 衡量說 我如果進入破產程序 我如果今天不跟你 讓步的話 那很可能這家公司 就會進入破產程序 進入破產程序 我拿回來的東西比較少 所以呢 他就要去前衡一下 第一個 是不是我讓步以後 你的財務危機就能解決 如果這個答案是 OK的話 所以我讓步 你的財務危機就能解決的話 那第二個 我再比較一下 如果我讓步以後 我得到的東西 是不是比我不讓步 進入破產程序以後 我得到的東西 要多還是要少 那當然 答案一定要多 我才願意去讓步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今天會發現就是說 很多的債權人 他願意認賠殺出 那台灣前一陣子也有一些信用卡的 發卡的銀行跟一些 無力清償的一些債權人達成協議 就是說 如果他能夠清償這個 付的卡債的某一定比率之後 那就是一筆勾銷 OK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想 進入冗藏的一個過程 甚至他們也不想說 去找那個討債公司 然後去把那個債務人 去傷害他 然後 讓這個媒體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這銀行也會遭受到 不明義的一個聲明 那當然這樣也不好 所以呢 在很多的狀態之下 債權人願意退讓 現有的債權條件 然後接受一個比較差的一個 新的債權條約 然後讓他 讓債務人能夠度過難關 然後避免他進入所謂的破產程序 那這些重新的那個債權條約 通常是怎麼樣的條約 我們簡單的講三種狀況 第一個 他可能可以把債務延期 債務延期 我們有很多的債是 這個債沒到期之前只繳利息 債務到期的時候才繳本金 那對於有些公司來 有些債務人來講 他可能 還利息不是問題 還本金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他讓他債務延期 讓他債務延期 第一個 做法就是債務延期 第二個呢 利息不變 但是 債務的額度打折 原先我欠你1000萬 利息是6% 那我今天利息6%不變 我把1000萬打折 變成500萬 OK 變成500萬 那當然如果說 命額打折的話 其實利息也就打折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命額如果變500萬 我們本來是1000萬 那如果利息是6%的話 那理論上一年要拿60萬 到期的時候拿1000萬 那如果命額打折變500萬 那我每年拿到的那個利息是30萬 然後面額到期的時候拿到500萬 所以有一種做法 一種退讓呢 是債務的額度打折 然後呢 利息維持不變 那 那第三種做法 就剛好相反 就是利息的面額不變 但是 不是利息的面 債務的面額不變 但是利率呢 打折 利率減輕 那所以有這三種做法 第一個呢 債務延期 第二個呢 減輕那個債務的額度 那維持利息不變 第三個呢 那當然就是利息打折 但是面額不變 那當然有些時候 可能要 用兩個以上的途徑 也就是說債務又延期 然後命額又打折 怎麼樣的 那所以 他們這個債務合約的改變 大致上是有 這三個方向 那當然你如果 財務危機比較嚴重的人 他可能會使用兩種以上的手段 好 還有呢 古債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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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是 原先我是你的債權能 看起來呢 這個 你還債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 我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 死馬當活馬衣的可能 死馬當活馬衣的可能 就是說 那既然你債還我 還不出來 那你就給我股票吧 OK 那以債作股 那以債作股來講的話 對債務人來講 他就不用付利息 不用付本金 那當然 你以債作股的過程當中 他一定會 換到很多 股票 那這股票目前的價值是非常的低 但是如果有朝一日這家公司 東山債起 股價上漲 那原先的債權能來講的話 可能還可以得到部分的清償 部分的清償 或是甚至呢 我們狀況如果好一點的話 搞不好還賺一筆 也說不定 對不對 所以一再作股 那台灣來講的話 一再作股的 法條事實上非常不周延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 台灣事實上很少會一再作股 那大家如果所有的 上面的那個途徑 如果都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那就會進入申請企業重整 那企業重整這個概念 稍微要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沒有學過太多的法律來講的話 會對企業重整可能 有所不太了解 所謂的企業重整的話呢 我們大致上只有 全世界只有部分的國家 有重整制度 歐洲的國家很少 歐陸 歐洲大陸的國家很少有重整的系統 那為什麼 重整是什麼呢 所謂的重整就是說 有一家公司 他可能因為短暫性的 一個財務的困難 然後他今天已經債務違約了 那債務違約呢 他符合某些要件之後呢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大股東 或是我們債券 很可能去跟法院申請重整 甚至公司可以主動自己申請重整 那在申請重整的過程當中呢 他原先所簽訂的法律的企業 就會暫時無效 那為什麼會暫時無效呢 因為我們會說 那個 之所以會允許重整制度的話 就是希望呢 這家公司在可以不受債權能 法律訴訟的一個負擔跟騷擾之下 希望他能夠利用一段 大家可以接受的時間 然後提出他的重整的計畫 然後呢 藉此能夠讓這個企業可以重生 OK 那這個重整的計畫 當然一定要經過債權能的同意 這個重整的計畫 也一定要讓他自己可以繼續活下去 那在這個雙重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法院就願意去保護他 因為所謂法院保護他就是說 原先你跟你的債權能簽有一些 私人的契約 那這個私人的契約 當然在法律的立場上面來講 這契約要被尊重 契約要被尊重就是說 你當初簽約就是說 如果你錢還不出來你就要賣掉房子 然後把這個賣掉房子的錢來償债 那這樣的契約 如果說法律 法院如果完全不介入的話 他就必須要履約 那個債權能就可以要求 可以去告他要求要他履約 但是如果要求他履約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去做一個重整的一個 解救自己公司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你說 為什麼法院要介入呢 各位要了解到 有些時候有一家企業 他不只對他自己的債權能有責任 他對他的員工 對他的消費者 或對整個國家社會來講 他有一個穩定的功能 如果說只是我們舉例來講 他只不過就是一張一千萬的支票違約了 然後如果說任何的債權能都可以主動去訴求 要求他做一些什麼清場的動作 或怎麼樣 那這一家公司很可能就是機潛不靈 那機潛不靈很可能就終止運作 那終止運作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是賣汽車的 我很可能已經老長賣出去幾百萬部汽車 那這一家公司很可能就倒掉 我的所有的消費者就沒有人負責 我很可能自己有好幾萬個員工 每天在那邊坐汽車 那很可能就因此那些員工也會跟著我失業 那整個國家經濟來講的話 你說有那麼多的不愉快的 就是沒有收入的員工 那很可能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正在法院的立場 他當然要去判斷 如果這一家公司不值得救 他就不會准許他重整 如果Stumphouse覺得說 這家公司有重整的價值 他就會允許他重整 那如果允許他重整的話 當然就要保護他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之內 所有的債權人不得用訴訟 或其他的手段去要求他履約 然後讓他可以安心 把他的公司安頓好 然後提出一些還債的計畫 那當然這個還債的計畫 都會包括我們上述所看到的這些要件 他很可能會說 我會賣掉哪邊的土地 我會節省我怎麼樣的支出 然後我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我公司就能夠重新佔起來 那我的債權人很可能 比如說他這邊就會有一些做法 我的債權人希望他能夠延後 然後展延我的債務的期間 或是縮減一下我的利息 或是怎麼樣去做這些調整 那減輕我的負擔 那我呢 一方面節省支出 一方面去出售資產 那一方面債權的負擔又可以減輕 那我很可能在 如果這個案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話 那我很可能在兩三年之內 我又是一個正常營運的公司 所以大致上所謂的一個重整 就是基於這樣的理由 OK 基於這樣的理由 那我們剛才也講說 那這樣很好啊 為什麼剛才陳老師在講說 所有的債權人都會希望 盡量去避免重整 只不過說雖然理論是一套 但是呢 我們重整的一個計劃 實施的這麼久以後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 真的轉為為安的公司 的數目非常的少 絕大部分的公司 債權人呢 所得到的東西 遠比他在重整之前 所能得到的東西要少很多 所以呢 債權人他就某種 可能先入為主的一個觀感 他知道一旦進入重整的一個程序以後 那個我能夠得到的東西 一定遠比我要求去執行合約 要少很多 所以我會反對重整 所以你今天會看到很多的債權人 一旦政府決定要去紓困某一家公司 所以紓困的話 是另外一種代名詞 事實上就是政府以他的力量 去幫助這一家公司 解決他的債務的問題 所謂紓困並不是代表政府拿一大筆錢 給這一家公司 幫他去償債 不是這樣 所謂的紓困呢 是政府用公權力 讓這一家公司 在有一定的時間裡面 不經過法院喔 而是經由政府的一個保護 然後呢 能夠讓這一家公司提出一些還債的計畫 或是等等等等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會提起來 為什麼重整的程序 常常會讓現有的債權人不滿 OK 那只不是說在重整的程序裡面 那事實上有很多很多的關卡 很容易讓公司的股東 可能可以掏空資產 或是呢 可能會讓公司的那個利 就是讓債權人的利益受損 所以呢 因此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所有的 幾乎所有的重整的程序 事實上債權人都不太滿意 OK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接下來再講 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當一家公司如果產生財務困窘 財務困難的時候 他第一個會想到自我來解決 那解決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他可能有出售資產啊 可能有尊傑支出啊 那可能會發行一些新的證券 或是新的資金來源 那可能有要求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併 那可能也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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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債權人做一些退浪 那如果真的 所有的途徑都沒有辦法得到 好的一個結果的話 那非常有可能他還是必須要進入 重整的程序 那我們剛才有談到 那為站在怎麼樣的一個立場 政府必須要給予一家企業 那重整的一個機會 因為各位要知道說 重整的機會 它是在司法上面的一種特例 司法上面的一個特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法律上面要尊重合約 尊重合約 那人民跟人民之間所定的合約 當然就是要有法律的保障 那人民定約才會有他的一個一個作用 那如果說認可的一個契約 都隨時隨地都可以被廢棄掉的話 那這樣的合約就沒有什麼樣的作用 人民也不會再相信任何的合約 所以呢 我們說重整是一個例外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剛有提到 只有美國 然後日本 然後還有一些少數的國家 它是有重整制度的 在歐陸歐洲大陸的國家 它是沒有重整制度的 那它沒有重整制度的話 就是說 其實它會尊重 人民所定的那些施的合約 施人所定的一些合約 在那些合約的狀態之下 人民自己去解決 就是債權能跟債務人去解決債務的問題 那當然它會說 沒有錯 那個有些公司它是值得解救 某些公司當然可能財務困難不是那麼的大 那可能它值得解救 那它會認為說 資本市場 或是 債權能債務人 它一定可以去理解 它所面對的狀態 所以呢 在某些情況之下 在某些情況之下 Even是說 他們是完全自重私人的合約 但是我相信 有一些債務人 它 懸懇了所有的情勢之後 它很可能會主動願意去退讓 所以在歐洲大陸的國家 它是沒有所謂的 破產重整的制度 那所以我們這邊 稍後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美國的狀況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你產生財務危機 那理論上 你可以自我 像那個49%無財務重整 事實上是自己調整 所謂的調整就是說 不需要經由第三 不需要跟另外一個parking 另外一個關係人去做任何的調整 比如說我自己尊傑支出 出售資產 那這些跟我的債權能 應該沒有直接的一個關係 所以呢 我們理論上 就把這樣的一些舉動 叫做是無財務重整 那有51%的公司 它會進行財務重整 就如同我們剛才跟各位講 並不是所有財務危機的公司 一定都會到達那種 無可挽救的地步 因為有很多的時候 他經由自我尊傑 經由自我調整以後 那就轉回為安 就好像你們每個年輕人一樣 你們如果發現自己 入不敷出了 那你很可能會減少一些你的開銷 然後很可能會多回家吃晚飯 然後你大概就會 就可以轉回為安 對不對 那所以那個無財務重整 就是說 他不需要經由跟另外一個關係的人去協商 出來一個新的合約 或新的一個制度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好 那有需要財務重整的呢 我們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私下協商 另外一個是進入法院重整 就是說我們到頭來 如果生後發現說 我們光靠自己沒有辦法去解決 我們財務上的困難的話 那所謂的私下協商就是說 我私底下跟債權能去談 債務上面的一個重新的整理 那手段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他可能會透過的手段是 債務延期 或是呢 本金打折 或是利息打折 或是可能還可以 以債作股 類似像這樣的手段 我私底下去跟我的債權能去協商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很可能就是經由法院的重整 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講一下 私下協商跟法律重整 重要的一個差別在哪裡 所謂的私下協商就是 我跟所有的債權能 然後我私底下談好了 私底下談好了 我如何去減輕我債務上面的支出的負擔 然後讓我自己轉為為安 那這個轉為為安的過程呢 那當然就是私底下去談的 他不會把消息走漏 因為認可的消息走漏 對這家公司來講 都是非常不利 所以他私底下要去談妥 那因為他沒有認可其他人的介入 就只有我跟我所有的債權能 去談好我債務上面的處理方法 所以呢 原則上呢 他需要債權能百分之百同意才可以 那我們講個最簡單的狀態 我可能每個月我的利息負擔是一千萬 那我跑去跟我的債權能 所有的債權能去談好說 那我能不能要求大家利率打折 OK 如果說我利息只要降到六百萬 我應該就可以安然度過我的財務上的難關 所以我要求我所有的債權能能不能打一下折 這個馬國的利息就是接受六成的利息 那當然有一些債權能就會想說 我如果現在不接受他的一個提議的話 那我非常有可能會步入所謂的重整程序 那這個重整程序第一個曠日費時 第二個很可能我真的拿到的東西 會比我這個六成還要少 所以呢很多的那個債權能可能會考慮接受 但是注意喔 我們這邊的前提是要百分之百的人接受 這個合約才有效 所以呢你會發現會有一些債權能 尤其是那些小的債權能 他會反對 那因為我們要求所有債權能要能夠同意 他才能夠進行這個新的那個還債的合約嘛 那所以呢非常有可能這一家債務人的公司就是說 啊反正這個小的債權能他不同意嘛 那他的債也很少 所以呢我就先把這個小的債權能再解決掉再講 也就是說那個反對的人反而可以不接受 這個所謂的那個節省的或是打折的這個新的合約 所以呢你會後來發現呢 因為有不合作的或是他不贊成的這些小的債權能 然後就會引起這些公司必須要先跟這些小的債權能去settle 但是因為反而不合作的人反而可以得到全額的支出 反而那些要贊成那個尊傑 贊成那種那個打折折扣的人 就要接受比較少的那個利息的一個清償 那這樣就會變成會有一個incentive大家都不合作 那大家都不合作的話 或是說大家一剛開始就表達不合作 ok因為他知道不合作的人很可能還有機會得到 百分之百的清償 ok 所以呢很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少數的人杯格 到頭來很可能會讓整個私下學生就會 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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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效 那無效的話那當然就會進入法院重整 事實上法院重整也不是全然就只有快處 法院重整的話呢 因為有法院的力量在那一邊 法院呢他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立場 那當然整個國家除了整個國家的立場以外 他也希望說能夠保障法律的一個公正跟合理 那所以呢如果說我們任何的一個舉債的一個 還債的計畫都要經過百分之百的人 贊成才能夠實施的話 那這就造成的那個少數人的不合作 可能影響絕大多數債券人的一個權益 所以在法院重整的過程如果有遭遇到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法院只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債券人同意 新的還債的合約 他就可以準這個債可以依照新的合約來清償 他不需要百分之百 因為法院的立場是保護那個絕大多數的一個債券人的一個利益 或保護公司的員工 保護國家的一個經濟的穩定 所以他可以去判決 他可以依照絕大多數的一個債券人同意就可以 所以他少數不合作的 會是可能到頭來就必須要去接受這個共識決 當然你如果說一到法院重整的過程來講的話 他就會有其他聲明上的問題 就是比較不明義就是的 如果這家公司經過破產的宣告 然後再重新站起來 那這很可能會對很多原先對他有好的形象的一些顧客 或是來往的那個供應商 很可能會起得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所以儘管他重新再站起來再重新經營 可能也要非常費力才能夠回到他原來沒有經過重整的一個境界 所以我們理論上是希望先私下學商 如果他能夠達成的話 那不得不才會經過法律的重整 那經過法律重整的話 他大致上也有 這是美國的資料 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台灣的比例可能沒有這麼高 重整再生的公司有83% 那有7%的公司 是跟其他公司來合併 那有10%的話是重整不成功 後來進入清算 所謂進入清算 這一家公司就是說 就結束營運 那結束營運的話 清算的話就是說 把公司所有的資產賣掉 然後依照公司法的規定 然後去依照所謂優先償債的順序 然後去清償所有的有利益的人 這邊不絕對說 這個第一清償順位的人就是債權 我們等一下會來探討一下 那個優先清償順序是什麼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破產清算 破產清算就是說 當然如果你其他的條件 都沒有辦法去解決 這個財務危機公司的 財務支付上的困難 那他進入重整 那進入重整 他也沒有辦法提出一個重整的方案 讓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整個重整的程序 到頭來也會破局 法院也不准許 那這一家公司就必須 就把這一家公司的資產賣掉 然後就依照他清償的順序 然後去清償給他的所有 有權力請求權的人 有請求權的人 所以我們這邊就簡單來講一下 什麼叫做 所謂的破產清算 因為在如果企業 如果無利清償債務的話 他可以選擇兩個方式 一個當然是進行所謂的破產清算 就是所謂的美國稅法上面的 Chapter 7 那當然他們還有個 Chapter 11 公司法 應該是公司法 Chapter 11 就是所謂的法院重整 就是以法院 隔定他 有那個價值進行重整 所以保護他一段時間 讓他提出清償的計畫 然後核准他清償的計畫 讓他去實施 然後就可以解除 重整的一個聲明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破產清算 我們把那個最後面的先講 所謂破產的清算呢 就是將企業所持有的資產 全部出售、變賣、取得現金 那將所有的現金 扣除掉佣金跟交易成本 依照球場的優先順序 發給債權人跟股東 OK 這是破產清算 然後法院重整 代表企業選擇清償債務 並繼續經營 然後企業可以要求法院保護一段時間 免除訴訟法律程序的壓力 進而提出大部分債權人 可以接受的清償債務計畫 進行重整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這個法院重整的成員 我們先看一下破產清算 那破產清算呢 我們要有人提出來 那可以由董事、大股東或債權人 申請這個公司的破產清算 通常他會有一定的刑事要件 所以刑事要件是大股東要有多少持股比率 有多長的一段時間有多少持股比率 那樣的人才可以申請清算 OK 然後債權人要選出所謂破產清算的一個監督人 因為你要賣資產的過程當中 我們說非常容易的 賣的那個人可能可以賤賣公司的資產 那如果賤賣公司的資產 那對債權人來講是會有損失的 OK 那所以呢 債權人就可以選出破產清算的監督人 通常他會請那個律師事務所 然後來監督或是快事事事務所 他會先清點盤點所有的資產 然後會找出最好的價格 然後賣給最適當的一個對方 然後得到最多的一個回報 那破產清算的監督人呢 將所有的資產全部出售變賣以後取得現金 扣收到佣金交易成本 然後發給債權人跟股東 這兩個我們剛才已經有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 債務清償的絕對優先順序 它叫Absolute Priority 絕對清償的順序 那當然我們的清償順序 當然是債權人 原則上是債權人 債過來特別股股東 債過來是我們的普通股的股東 那在清算的過程當中呢 所謂的絕對清償順序就是說 清償順序在前面的 他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清償 以後下一個順位的人 才可以開始得到清償 OK 比如說我們最 最顯要的一個 一個可能性就是說 債權人如果沒有得到百分之百清償之前 特別股的股東不會得到清償 特別股股東沒有得到百分之百清償之前 普通股的股東沒有辦法得到清償 這是一個大的原則 這叫做絕對優先順序 絕對優先順序 那當然實務上的絕對優先順序 它不是那麼的簡單 就只有債權人 就只有特別股股東或是普通股的股東 原因就是說 事實上在整個破產清算的過程當中 你相關的人 不只只有出資者 他還有什麼 還有消費者 消費者 你如果這家公司終止營運了 消費者 他應有的權利是怎麼樣 因為消費者 就某種情況來講 他的優先順序 應該也要比這個公司的出資人 優先順序要高 因為消費者他是無辜的 他當年只有買這些消費者 這家公司所出的產品 那如果說 原先在消費者 跟公司都有訂一些 提供勞務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合約 就像 你們常常會看到報章雜誌 會說有一些健身房 我們的那個消費者 簽了一個合約 然後繳了多少的年費 或是那個入會費 那以年費跟入會費 對消費者來講 那消費者也是有求償權的 對不對 那顯然 你如果看到這種求償權的話 理論上 你應該會覺得說 他應該比債權人 還應該被保護 因為消費者來講 他是 第一個 來講消費者是個人 第二個消費者來講 他簽的那個合約 也應該有一個合約的一個 法定的效率在那裡 所以我們這邊 就讓各位比較務實的去看到說 這個整個清償程序來講 他不是說 第一個就是債權人 他有其他的關係的 也可以要求一些求償權 那第一個 大家當然要扣除 清算的過程所產生的佣金跟交易成本 如果說佣金跟交易成本 或是律師的費用 沒有辦法去清償的話 沒有 他如果沒有第一的求償權的話 那顯然就不會有律師 有會計師 願意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優先順序是最高的 再過來呢 破產程序所發生扣 未保證的費用 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公司在破產程序一直到清算完成 他可能有一段期間 這段期間 如果說 這個公司 或是那個留守的那些經理人 他會產生一些費用 這些費用會是怎麼樣 比如說 公司理論上還是要正常運作 他有一些水電支出 他有一些便當費 或是怎麼樣的一些費用 那如果這些費用你拿不到的話 這個公司很可能今天就不要運作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在這個破產程序完成的 這個 期間所產生的一些債務或是費用 他必須要被尊重 但我們等一下在重整的過程當中 那邊有一個專有名詞 那叫 Dactor in Possession Dactor in Possession 就是說 重整期間所產生的債權 他要優先償還 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我們前面的債權 已經有什麼第一優先順位 第二優先順位 第三優先順位 那你如果說重整的期間 你的債權不受尊重的話 因為我們說重整的期間 之所以要去產生 之所以會有重整的程序 就是希望這家公司能夠在正常營運的假設 維持之下 然後他開始去提出重整計畫 那如果這段期間 他沒有辦法再去借一些周轉金 那他怎麼能夠正常營運 對不對 那你說這段期間所借的周轉金的 求場順位 如果是比原先 已經在處理的那些債權的順位要低的話 那你想銀行會不會借他錢 當然不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破產的清算程序發生之後 有一些未保證的費用 OK 這邊當然不可能產生新的負債 因為這家公司已經要結束了 所以他不會產生新的負債 但是這些未保證的費用 他事實上仍然需要去付出 比如說這段時間 如果有一些留守的經理人跟員工 你如果不給他薪水的話 那請問他為什麼要在這邊 跟你白做兩個月的工作 對不對 所以這些要清償 然後呢 當然我們在程序發生之前 90天以內員工的薪資 他可以有一個求場權 但是他會有限額 OK 有限額 就每人限2000塊美金 然後再過來 我們破產清算程序發生前 180天員工退休金的提破義務 OK 我們每家公司都要幫員工提破退休金 我們最近大家都在談勞保健保那些東西 那勞保跟健保通常來講 你如果是公司所聘僱的員工 這個公司必須要幫你支付部分的退休金 或勞保的健保費 喔 健保的健保費 OK 那所以呢 通常來講呢 我們的那個 勞保的提破的費用是這樣 那個 如果每個員工 我們依照我們那個 退休金所要求 因為理論上是怎麼樣 要看你幾歲 可能會幾歲退休 退休以後 你會要求 每年多少的那個錢 然後你再往前推說 那如果要達到那樣的支付的一個情況 那你現在每個月要提破多少的退休金 那通常提破的退休金是 我們假設來講 像我們教授 如果說 每年的退休金是一萬塊 就是要提破的錢要一萬塊 可能那個 員工自己要出百分之三十 那公司幫他出百分之六十 那政府幫他出百分之十 那湊成一萬塊 所以你很可能每個月薪水單裡面就有三千塊 是必須要去繳勞保的退休金 OK 類似像這樣的arrangement 那當然對於員工來講 你在之前的一百八十天 公司所要 擔付的那個提破的衣物 要先完成 因為我們認為員工是比較無辜的 但也比較沒有力量 那如果說 所有的那個破產所清場 所得的現金 全部都支付債權能的話 那員工就會親和一看 對 那當然消費者有他的請求錢 但是有限額 在九百塊錢以內 那再過來 基建政府的所得事要清簽清場 OK 然後再過來才會有債權能 保證跟非保證的債權能 那保證的優先順序在先 非保證的優先順序在後 再過來是特別股股東 再過來是普通股股東 那在清算的過程當中 所謂的清算就是公司今天就要宣告死亡 OK 那如果說公司今天要宣告死亡來講的話 那理論上他會依照這個 絕對優先順序去清場 好 注意喔 我們在這邊 強調是清算的程序 優先順序才會被遵守 那如果說今天是重整 我們說重整的過程當中 也會有重整的一個債權的一個arrangement 因為理論上來講 重整是希望公司提出一個債務清場的計劃 然後呢這個重整的債務清場的計劃是需要 所有的關係人依照某一定的比率 然後去表達他的贊成或不贊成的這個計劃 那如果說大家都表達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贊成以後 大家就會依照那個計劃去清場 那注意到喔 在重整的期間所提出來的債權 他就不見得會百分之百依照這個 絕對優先清場的順序去清場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關係人都可以投票 不只只有債權人可以投票 那個股東 然後公司的員工 因為理論上這家公司要繼續活下去 所以員工當然也會很在乎他們的權益如何 股東當然也會很在乎他們的權益 那如果說重整 這邊是清算喔 重整所依照的一個順序 如果說完全就只有債權人得利 特別股的股東 普通股的股東 或是員工都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清場的話 那請問一下他們為什麼要投贊成票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會說這個 絕對優先償還的順序 在清算的過程當中當然會被遵守 因為這家公司已經就宣告死亡了 所以那個 有優先求償權的那個債權人 那理論上不需要去退讓 要求說什麼特別股股東 普通股股東去支持這樣的計畫 因為這家公司已經宣告清算了 但是呢我們等一下要談的是 法院重整 法院重整的話 那在他提出所謂的清場計畫的時候 通常債權人會做一些讓步 也就是說讓員工 或是讓現有的股東 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清場 然後才會讓所有的那個重整的計畫 很容易通過法院的一個核准 因為法院會先看看說 現在所有的關係人 贊不贊從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所謂的關係人 就不是完全是以債權人為主 他還有員工 還有消費者 還有供應廠商 還有所有的人很可能都可以 去說他們的立場是如何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法院重整的程序 我們在這邊由於美國的公司法 對於這個重整的程序來講 是比較完備的 而且他們有特別的行政法庭去處理 所謂重整 在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並沒有幫公司法 並沒有幫所謂的那個重整 有一個重整的一個法庭在那裡 所以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的法官 事實上我們的法律的制度的設計 是比較沒有辦法讓這個重整 發揮它應該有的效率 如果我們時間夠的話 我們會稍微提一下 但是我們在這邊 我們先提一下 美國的一個破產的 重整的一個程序 那當然在這邊 第一個 當然要有人去申請 去提出來說 這家公司應該進行重整 那當然董事大股東債權能 依照我們剛才所講的 他應該要合乎某種條件 才能夠去提起重整 那聯邦的法官呢 他可以依照判斷 準博這個重整案 我們通常來講 提出這個重整的申請的人 他會有律師 那律師就必須要去說明 為什麼這家公司值得重整 所以值得重整 是值得法院去保護他 讓他不受訴訟關係的干擾 讓他去提出一個可行的一個 重整的一個財務計畫 然後讓這個財務計畫 經過法院判准之後才去施行 因為只等於公權力介入 讓那些債權的契約 暫時不要生效 那不要生效呢 就代表這段時間 利息可以不用支付 那這段期間 你沒有辦法去跟他 什麼申請假扣押 申請那個法院拍賣 這些都不能執行 那如果不能執行的話 當然對債權的人來講是不利的 所以你要去經營重整 要公權力來介入 一定要有足夠多的理由 所以法院的法官他不見得說 你進來實個案件 我會准你實個案件 因為他知道他現在是在介入法律 OK 所以呢他現在很可能會 要讓這個申請重整的 這家公司所派出來的律師 他提出足夠多的要件 然後能夠證明這家公司 有重整的必要 比如說律師就會講說 目前的資產的那個市場的價值 應該會高於負債 我們只需要時間去處理 然後呢我們現在的那個 計畫中的那個 那個重整的方案 就是那個債權還錢的那個方案 會讓絕大多數的債權能夠接受 我們提出很多的理由 那如果說法官判斷了以後 他就准他可以進行重整 OK 那所以呢進行重整呢 我們通常都會讓債務人 就是這個重整的公司的總經理 或是高階經理人 他能夠繼續負責公司的營運 那各位要知道我們今天其實 所謂的重整是希望這家公司 能夠重新站起來 然後能夠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然後讓這家公司能夠繼續 在正常之下能夠獲利 然後能夠成為一家正常的公司 所以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時候會講說 目前的總經理 目前的財務長 就是當初讓這家公司 產生財務危機的人 那你為什麼還讓他繼續營運下去呢 可是你反過頭來問 最了解這家公司 現況的人就是這些人 如果你臨時 現在去跟他換一個班底 那你覺得他會營運得更好 所以這通姦來講的話 就會有一些 有一些矛盾在那裡 所以當然這個債權能 必須要跟法院 如果他認為說 現有的管理階層 不適合再繼續營運的話 那他很可能會請法院另外 指派所謂的重整人 重整人的話就是 要去提出這個還款計畫 的公司的經營者 那可能他可以由公司的董事 會找一個 也非常了解公司營運的人 或是呢 甚至他有可能會指派 債權人自己去 經營這家公司 如果債權人 有把握說 他可以經營的 這家公司經營的更好 所以理論上 我們說 實務障 我們應該是實務上 通常都由 那個債務人 來負責公司的營運 然後他必須要在 一百二十天以內 提出重整的計畫 也就是說 法院 事實上會 給他一段的時間 他不會讓這一段時間 無限延長 OK 那 所以他提出重整計畫 就是說他提出來 第一個 要先 精算一下 他到底負債負多少 所以他會有一段時間裡面 他會讓所有的債權人去 去 去 Declare 他的負債 他對於這家公司有債權 比如說 他的那個 消費者 他會覺得說 我有損害賠償 然後他的員工 然後他的所有 所有認為說 對這一家公司 有債權的人 他都要提出他債權的申請 他把所有的債權申請 當然 這中間會有一個 就判斷合不合理的問題 然後他會 經過合理的所有的債權 他都必須要去提出 清場的計畫 所以經過這一段期間以後 所有的 不管是有型的債權 無型的債權 都提出他的債權申請 然後他根據這些債權 去提出清場的計畫 那他要決定他怎麼做 比如說他會賣掉某些房子 會得到多少的現金 然後他會 處理掉什麼樣的資產 他會節省什麼樣的支出 他很可能還要裁隊一些員工 那經由這些計畫 如果說 都能夠被執行的話 那我就能夠水益平衡 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好 那所以他要經過120天 提出這個重整的計畫 然後債權人跟股東 我們這邊就把它統稱為 是一個關係人會議 那當然員工或是 怎麼樣的人都可以化身為股東 或是債權人 因為我們說 有可能那個公司的員工 那他也是債權人 為什麼 因為他基建薪資 對 所以他也是債權人的化身 或是說債權 公司的員工 也有可能是持有公司的股票 所以他也可以化身為股東 然後去參加這個關係人的會議 然後關係人會議 他必須要去vote 所以新的重整的計畫 大家算不算成 那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如果 這一家公司 他用私下協商 也就是說 他產生財務困難的時候 他沒有到法院來 沒有一開始就到法院來 他私下去協商的過程當中 要百分之百的債權人都 贊同這個清場的計畫 這清場計畫才會有效 因為他等於是新的一個契約 新的合約 他用新的合約去取代舊的合約 那百分之百的債權人都同意 才能夠這樣子做 那在這邊呢 因為法院要保護 絕大多數人的權益 所以少數人反對的話 他認為說 他這不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所以他就規定一個比例 就是說 只要人數 超過二分之一 債權的人數超過二分之一 債權的比例 超過三分之二的人 同意這個 債權 新的債權的一個計畫的話 那這個債權 這個重整的計畫 就會被實施 OK 所以你就發現就是說 如果現在有少數人要杯葛 這樣的一個方案 就不能得逞 就不能得逞 那這樣反而可以比較迅速去解決問題 那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條約 各位要知道 我們在很多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債權能可能是公債的債權能 公司債的債權能 那公司債的債權能呢 在技術上你要找到百分之百公司債的持有者 去同意你的新的常債合約 這技術上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公司債的那個債權能 很可能持有的人有千千萬萬個人 那你要找到所有的債權能 就同意新的常債合約 是不可能的 所以通常如果有公司債的債權能 而且有可能有好幾批的公司債 因為有很多的公司 發行公司債不是只有單有一批 當然有可能好幾批 那你如果仔細去清點一下 那個公司債的債權能 很可能就有數十萬個人 或多少人 那你要找到全部百分之百的人 來簽訂可約 贊成這樣的計畫 正不可能 所以如果有公司債的債權能 那一種的話 很可能私下協商的計畫 就不用去了 為什麼 因為技術上不可能 他很可能直接就進入破產程序 他只要找到足夠多的公司債 債權能 債權能數超過二分之一 然後債權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二 那只要法院准許他通過 那這樣的解決方案就可以解決 OK 那當然關係的會議通過的那個案件 仍然需連班法官的核准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這個三分之二的絕大多數 可能還是會讓少數的人 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 OK 那當然 如果說 只要他投過的話 那我們也要聽聽 那些 反對的人的聲音 所以聯邦法官很可能會叫 那些反對者 反對者很可能會派一些律師過來去 要求說 這個重整案不要過 因為過的話 對某一個 那種族類的那個債權很可能非常不公平 或對員工非常不公平 所以呢 他還是要經過法官的核准 OK 那如果法官也核准 代表就是說 各方面的利益都有照顧到了 那個重整計劃就會去實施 重整計劃就開始實施 如果依照他原有提的計劃 他很可能會賣掉某些資產 很可能會 會處理掉某一些支出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開始去清償 那他也照新的合約去清償 那如果說 這個重整的計劃都實施完成以後 他會跑到法院去說 那我要終止重整的程序 所以終止重整的程序就代表 我要回覆正常公司的地位 那通常呢 他在申請終止這個重整程序的時候 通常要有一個新的公司的一個等級 因為這一段期間裡面 公司的整個結構一定會有大量的轉變 比如說大股東 持股的比例 然後董事會很可能整個結構都會改變 而且他賣了很多的資產 所以整家公司在重整之後 一定跟重整之前那個公司 在實質上跟形式上 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他很可能要重新辦理公司登記 OK 那這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我們剛才講在清算的程序裡面 絕對優先清償順序 應該會被遵守 因為那家公司已經終止了 已經不再運作 所以理論上 債權能沒有理由 為一家不再運作的公司 去做任何的退讓 因為法律上的保障就是說 債權能的求償順序 優於普通股的股東 優於特別股的股東 優於普通股的股東 但是呢 如果是重整 重整的程序 當然我們會說 欸 這個 這家公司 理論上我是債權能 我是擔保的債權能 我應該最大 所以呢 我不肯放棄我百分之百的求償權 對不對 他欠我一百塊 他就要還我一百塊 那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那你要知道 通常來講 重整的公司通常 就是有困難嘛 所以有困難就是說 他很可能就是 負債大於資產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所有的資產全部去變賣 光黃債權能都不夠 對不對 那 其他的人還要拿什麼 對不對 特別股股東 普通股股東 那他就不要贊成了 那不要贊成的話 你在表面上 雖然你可以強制讓他通過 可是在很多的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重整的法官 他一定會去聽 那個不贊成人的意見 在哪裡 那不贊成的人 就是說 所有的利益 都有贊成人 都有債權人所拿到 那可是這家公司 要繼續營運下去 那我股東跟 特別股的股東 跟普通股股東 我為什麼要繼續吃苦 然後幫這家公司 去做犧牲 然後只是讓債權人得到 比較多的保護 那這樣我就不做了 我就不贊成了 我也不工作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來講 一方面在債權人 來講 他會希望這個程序 能夠迅速通過 因為越迅速通過 這個重整的計畫 成功的機率越大 對不對 因為他要賣資產 你要等到說 他拖了十年 十五年以後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 談到一些事情 就是說有一些 重整以後所發生的債務跟費用 他還是有優先求掌權 如果這個重整的期間拖得越長 你原先 你得以保障的那些債權 很有可能都會被支付掉 去付那些律師的費用 支付會計師的費用 去支付新的那個債務 然後等到你留到最後 你可以分的部分 就變得非常少 更何況你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那公司的經理人可能藉著各種 債務的一些比較優勢 重整以後所產生的那個 債務清償的一個 支便 他會去變賣一些資產 那變賣資產的過程當中 他還會套供你的資產 所以到頭來呢 如果說你那個 重整的過程 拖得越久的話 那對債權的來講 越不利 所以在債權人的眼光 他不能就只是堅持自己的利益 你堅持自己的利益的話 法院一定不會準 法院不會準 他會怎麼樣 我再給你四個月的時間 你再提出重整的計畫 要讓所有的人都滿意 所以如果這樣四個月 四個月再不斷的凹下去的話 到頭來你真的債權人 能夠拿到的錢 就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說債權人 希望迅速解決紛爭 所以他會主動做退讓 主動讓特別股股東 普通股股東或是員工 覺得說債權人有誠意 去解決這個公司的常債問題 所以他會去做退讓 所以我們剛才所謂的 絕對優先清場順序就是說 上面一層的人 如果沒有得到百分之百的清場 下面的人得不到任何的清場 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不會依循這樣的那個 所以那個債權人可能 會提出一些退讓 讓普通股股東或特別股股東 或是員工去分到一些利益 OK 那這也會讓那個 重整的法官會覺得說 他能夠迅速去核准 他如果覺得說某一些族群的人 他沒有得到合理的報酬的話 他不斷要要求這個公司 重新再提一份新的重整計劃 那這樣曠日廢時 很可能會讓大家會覺得更不利 會有更不利的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重整的一個清場的順序 我們先來看他的優缺點 重整的順序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一下 第一個我們說 法院重整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我們先來看缺點 因為經過法律重整的話 就是說法院會保護 這個債務人的公司 然後讓他有一段時間 不受債權人的干擾 或是權益的申請 所以第一個 他有冗長跟昂貴的司法程序 你要知道就是說 在美國的那個重整法院來講 就是說這個公司要做 任何一個重大的一個資產上面 處理或怎麼樣 然後那個 債務公司就必須要跑到 法院去要求法官 去做一個準核 然後當然在法官做準核的時候 債權人的律師會提出 同意或意義 債權人的律師很可能說 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債權人 所以我同意他做 或是債權人的律師如果覺得 他有意義的話 他會提出證據說 這件事情是掏空資產 或是逃避債務或怎麼樣怎麼樣 那法官就必須要有那種 專業的能力去做判斷 那但是呢 你知道在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同樣的事情 因為法官沒有專業 的那個背景 他不知道說 這件事情的那個 過程到底對 所謂的債權人到底有利 或無利 所以在台灣的那個 破產的程序來講的話 他就有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破產重整人 然後呢 他會選擇一個 重整的監督人 因為理論上 如果是法官在監督整個 破產程序 你為什麼還需要一個 所謂的破產監督人 那他之所以選擇一個 破產監督人 就等於法院有一點 在逃避責任 他會說 我就派一個監督人去監督 你的破產的一個程序 重整的程序 那如果到時候 如果重整出了問題 是重整監督人 必須要去承擔責任 但是呢 我們今天又很好玩 如果說 你重整的監督人 你沒有把你的職務做好 請問你有沒有什麼罰則 那理論上 你 在選人可以去告 那個重整監督人 他什麼 背信啊 賭職啊 或怎麼樣 可是我們現在對 重整監督人 沒有設很多 很嚴重的罰則 因為你不能設 你一旦設了很多嚴重的罰則 沒有人要當重整監督人 因為重整監督人 通常是誰 大學教授 或是律師事務所 或是會司事務所的會計師 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那你如果說 你要定罰則 你又沒有給他很好的報酬 那請問一下 這些大學教授 這些律師 這些會計師 為什麼要當重整監督人 你要知道重整監督人 常常就會被人家 口課威脅 或怎麼樣 所以理論上 他不能定罰則 因為定了罰則 沒有人要做 那你沒有罰則的話 那重整監督人 就不能扮演他監督的角色 所以我們的重整過程 常曠日廢時 沒有辦法解決任何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們 在美國的程序裡面 他就是任何一個重大決策 法官就可以準博 那法官就可以準博 那但是呢 因為他任何一個重大的一個程序 都需要雙方的律師要出來 去做一番辯論 所以他的程序非常冗長 因為律師 律師的費用也非常貴 尤其在美國 做那一些比較商業方面 財務方面的律師 他市場收入非常的高 他通常看你公司的大小 在charge你的費用 那所以呢 而且呢 我們的管理階層 會受法院程序的限制 因為他常常必須要 跑到法院去說明 他為什麼要去做 這個資產的交易跟處置 所以管理階層 也受法院程序的一個限制 沒有辦法專心經營 OK 那股東會有不合作的態度 我們剛才是講 債權人有不合作的態度 對不對 我們說債權人 有一些債權人 他不接受那個什麼 不接受那個 新的債權合約 他可以不合作 就杯葛 但是在法院重整來講的話 事實上 股東的損失可能性比較大 所以股東會杯葛 股東會杯葛 那我們說法院重整有什麼好的優點 我們其實剛才已經有講過 第一個 他可以取得重新的融資 因為我們在這個 重整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個 重整債權優先 叫debt in possession 這是法律上專有的名詞 重整債權優先 就是說 因為你要讓這家公司 繼續運作 而且是正常的運作 所以他正常運作之下 所產生的那些債權 必須要被honor 必須要被尊重 所以你在重整程序以後 所產生的債權 他的優先順序要高於原先 已經存在的債權 所以他可以重新取得融資 所以公司就有活水 可以重新運作 然後呢 重整前的非擔保債權 他有擔保債權 他會給利息 沒有擔保的債權 就不用給利息 停止產生利息費用 OK 然後再過來 重整法律訴訟呢 自動停止 autostate 就是說 他在重整之前 他已經會有被 要求求償啦 或是要求那個什麼 那個假扣押 或是他有要求一些 法拍的那些訴訟 他全部要暫時停止 就是法院不會去執行 那些強制令 稅務上會有減免 然後我們剛才講到 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就是說 一旦進入重整的程序裡面 法院的法官 只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債權人 那三分之二以上的債權 或二分之一以上的債權人數 贊成這樣的一個 債權的新的重整計畫 通過的話 那法院應該就會準許 那這就可以屏除掉一些 小的債權人不合作 所以 通常有公司債的 他儘管公司債務危機 可能不是很嚴重 但他要求要重整 重整的原因就是說 他可以比較迅速 就去排除掉那一些 小的債權人不合作 或技術上沒有辦法 要求他們到場的那個缺點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這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法院重整的優點跟缺點 他的優點絕大部分 來自於就是說 因為有法院的一個 公權力的介入 保護 所以這個公司可以在 不受干擾之下 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 去提出重整計畫 也可以正常營運 因為我們對於員工來講 也有責任感 要讓他們能夠有一份 穩定的工作 那當然他的缺點的話 就是可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解決 然後你又後來發現說 那個很大部分的那個 重整的過程 如果不是那麼順利的話 他事實上會蠻昂貴的 因為你破產的那個 外表 就是說你要有破產 那個名聲在外的話 事實上做生意都會比較難做 OK 那我們來談一談 因為我們其實 比較多的公司 就必須要去取捨在 私下協商的程序 跟破產重整的程序 那我們後來 我們最後的結論 跟告訴你就是說 這沒有所謂的 對跟錯的問題 而是一個self selection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可能會某種體質的公司 他比較適合走私下協商 某種體質的公司 他比較走 比較適合去走重整的過程 比如我們剛才就講說 其實有些公司 因為他有發行公司在 那公司在的債權人 事實上遍布各地 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你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你沒有 技術上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 債權人去簽署新的合約 那那樣的公司 事實上 不管說他的 財務危機 的程度是大或小 他都適合所 那個 法院重整的程序 OK 那對於 所謂私下協商 我們說 Overall來講 私下協商 當然是比較 破產成本比較低一點 因為你是事實上協商 所以那個破產的這個問題 或財務危機的問題 沒有浮上檯面 所以公司表面上還是正常的運作者 而且他的破產成本 是遠低於那個破產的程序 因為你不需要去走法院 你不需要去走那些程序 那也不需要去背個破產的一個名字 那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 Sharp跟鴻海的一個過程 那事實上就是用私下協商的程序 想要去解決他自己的財務危機 所以他現在沒有所謂的破產的程序 沒有經過法院 沒有怎麼樣的 他就希望說 我能不能去 事實上出來多一點股錢 得到一些現金 解決一些負債 讓公司能夠正常的運作下去 就OK了 那所以呢 我們說私下協商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那當然私下協商就需要所有的債權人同意 新的債權的計畫 因為他是拿新的契約去取代舊的契約 那如果在沒有違約之前 舊的契約應該要被尊重 法律上也會保護債權人 對不對 所以你要新的 所有的債權人要同意 才能夠解除掉舊約的那些責任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 所以私下協商都要去 讓債權人做某種程度的退讓 對不對 要做某種程度的退讓 所以有些債權人不合作的話 那整個就會破局掉 就會破局掉 那當然我們剛才有講過 因為站在那個 杯格的債權人來講 他前債會有一些好處 他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他的杯格成功的話 那那個債務人的話 很可能就要先解決他的債權問題 也就是說 因為他的債權所佔的比例非常的小 那很可能就是說 因為你不贊成 所以我新的合約沒有辦法成立 所以我就優先處理你的合約 那讓你百分之百 或是我清償你的比率稍微高一點 讓你自己願意先解除債權 然後其他的人才能夠同意那個 所以他很可能可以杯格成功得到比較好 所以他就有一點像是 freerider那一種心情 那這是私下協商的一個缺點 第一個很容易 必須要所有在前人同意 所以會引起有一些人杯格不合作 那但是私下協商的一個優點 當然也會有的 剩下協商當然就可以免除掉 法院的那個農藏的過程 其實法院農藏過程 會讓律師賺很多錢 所以他可以避免法院重整的農藏的 農藏的程序跟高昂的代價 高昂的代價當然是律師費用 那有部分來講就是說 你如果進入破產程序的話 我們之前所講的那些直接間接的 破產成本很可能在這段時間裡面 就會非常顯著 那當然私下協商 會減少法院重整 對企業生命的損害 跟企業正常運作的衝擊 這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通常債務人呢 我們說我們要私下協商 當然就要讓債權能跟我們 能夠去溝通 那有些債權能呢 他是比較能夠溝通 或是判斷你的狀況 那他會比較容易去做一些犧牲 然後寬限你的債務 那比如來講我們說 如果你的債務人 絕大部分的債務 是產生跟銀行之間的來往關係的話 那銀行很可能就會比較容易了解你的狀況 因為銀行當初在借你錢的時候 就已經了解過你的狀況 所以你如果現在跟他講說 我因為怎麼樣怎麼樣產生一些財務的困難 那你要怎麼樣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好了在兩千年左右 兩千年之前的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大家很尊敬的一家企業叫洪基電腦 他曾經也有過債務上支付上面的困難 然後那時候呢 花旗銀行 他的有蠻大的一個債主是花旗銀行 那他就跑去跟花旗銀行講說 你願不願寬限我的債務一段時間 那花旗銀行他們就開了一個內部的會議 他們覺得第一個洪基是全台灣 非常標竿性的一個企業 那他的一個 如果真的他到時候置身不下去的話 某種程度政府會出來解救他 OK 這是他們的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他們認為洪基是一個非常有前途 非常有發展性的一個企業 他認為說如果我這個時候 在他困難的時候去 support 洪基這樣的一個企業來講的話 不僅我給他現有的債務寬限 我甚至還借給他新的錢 讓他能夠度過難關 那如果說支扣洪基如果救起來了以後 正常營運了以後 他很可能會有其他的一些金融性的交易 比如說去發什麼新的一個證券 或是做一些新的金融方面的顧問 他很可能就會優先來找花旗銀行 所以花旗銀行那時候就 由於他們有那種專業能力去判斷說 洪基的困難是一時的 他不會很嚴重 所以他不只呢 准許他在物上的一些寬限的一些措施 他甚至還借他新的錢 用比較低的一個條件借他新的錢 沒有理由用更貴的條件借他新的錢 因為他都已經困難了 那就經由他的那個support 後來洪基當然就轉為為安 那後來真的洪基也在某一些 新的一些金融交易上面 特別讓花旗銀行去承包他的一些業務 讓他賺一些手續費 ok 所以呢我們說通常債權人 如果他是一個有專業背景的銀行 或是金融機構的話 他比較有可能會讓這樣的一個 那個協商的計畫能夠通過 那我們在這邊有講說 所謂的重整跟所謂的私下協商 到頭來很可能就是一個 self selection的一個問題 不是說哪個一定比哪個比較好 因為我們都說他有各自有優點跟缺點 那所以呢我們在這邊講 私下協商可能適用的條件的公司是 財務危機可能比較輕微的 然後再過來他的債權結構 也就是債權人的結構是比較單純的 就是說他沒有發行公司債 如果公司債的話債權人就遍復各地 那他如果說只有跟銀行借錢 他剩下來只要說服他的銀行 跟說服他的來往的供應商 說他現在欠他的錢要如何處理 那如果說他來往的銀行跟供應商 都能夠覺得說我願意去support你 那這樣的私下協商的那個計畫 就比較容易去實施 那這邊大概就是 不管是法院重整跟債務私下協商 他大致上都會做相同的事情 那只不說這些相同的事情 是有沒有法院的監督之下 有沒有讓百分之百的債權人同意的問題 他通常會做什麼事 我們剛才有講嘛對不對 有債務延期 那或是那個債務的總額打折 維持利息不變 或是利息打折 維持那個總額不變 類似像這樣或是以債作股 那我們在這邊呢 大致上就是做一個 統合性的一個陳述 第一個 兩者都會牽涉相就有的債權 以新的債權或權於政見進行交換 第二個呢 因為你原先的契約就應該會無效 我們剛才所講的展延契約 我們原先的契約一定會說什麼 2015年到期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要延到2010年到期 這也是要簽一個新的契約 就是舊有的債權就會無效 然後簽新的債權契約 所以兩者都會牽涉到 舊有的債權 以新的債權或權益政見進行交換 那第二個呢 兩者均將求償等級較高的債權 跟等級較低的債權或權益政見進行交換 我們通常來講就是說 如果原先那個求償等級很高 那或是有單保品或怎麼樣 那今天我如果說 對現有等級來講都已經產生困難了 那我當然會要求你退讓 那退讓當然就要求你接受 求償等級比較低的債權 或是權益政見 那通常呢 債務私下協商的破產成本較低 那對企業跟債權人股東較為有利 我們剛才講 這是一個通常的入額 通常私下協商因為沒有浮上檯面 因為沒有冗長的破產程序 需要去付給律師 會計師非常多的錢 通常會比較節省一點 所以對債權人對企業對股東來講 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債權複雜的企業 或債權人缺乏專業資訊 那幾乎達成協商共識的話 那就比較適合走法院重整 OK 所以這邊其實後面再加一句話 就是比較適合走法院重整 好 那這是兩個比較 那我們現在要講一下 它其實 我們剛才說 私下協商跟法院重整 各自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我們當然說 私下協商當然比較好 那我們會覺得說 可是法院重整 也有法院重整的優勢 就是說它會讓債權人的 不合作的現象可以比較順利解決 所以我們就有些很聰明的人就想出來說 那是不是會有一種制度 它可以兼具私下協商跟法院重整的優點 然後避免掉私下協商跟法院重整的缺點 有沒有這樣的制度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叫做是 就是預先包裹式的重整計劃 那當然英文上就比較簡單一點 叫pre-packaged bankruptcy 因為所謂的 bankruptcy就是要進入法院重整 那預先pre-packaged的那個重整計劃 就是說 當然公司發生的財務困窘的現象 那公司自己應該很早就會知道 那它會知道說 我今天如果要進行財務上面的重整的話 我最有利的方式當然要用私下協商的方式 可是私下協商的方式 我們又說 那萬一如果有一些債權人不合作 百分之百的債權人要同意才能夠簽私下協商的合約 我沒有把握有百分之百的債權人 願意同意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 不合作有不合作的一個潛在的利得 所以有些人總是會不合作 那有些如果有發行公司在 那技術上更不可能 要求百分之百的債權人 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 換新的條約 所以呢 對公司來講 它可能就有一種做法 就是說 它理論上還是要透過破產的程序 但是我們剛才有講 破產程序會拖很久 會很昂貴 所以我有沒有辦法說 我預先就把我的財務的困難的之處 然後跟我主要 絕大多數的債權人進行溝通 那我也提出一個 絕大部分債權人可以接受的重整計畫 但是這個重整計畫沒有辦法要求百分之百的人 同意我至少要求二分之一以上的債權人或是三分之二以上債權比例的人 同意我的重整計畫 那預先取得他們的同意 取得他們的簽名以後 我再跑到法院進行重整的申請 那我在跟法院進行重整的申請的時候 我順道跟法院講 我已經預先取得絕大多數債權人 對我新的債權的一個合約的一個認可 所以呢 他就跑去跟法院申請 那法院一看到說 事實上你都已經處理得差不多 你只不過要經過法院去判斷 說是不是所有的關係的人都可以同意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呢 理論上法院會召集一次 他會讓那些不贊成的人 跑到法院來論述一下 那如果說那些不贊成的人 或是潛在可能會不贊成的人 沒有太多的意見 或是沒有很具體的理由 可以反對這樣重整的計畫的話 那法院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就判準他重整計畫會通過 就不用再說有什麼律師 債權人的律師跟公司的律師 然後不斷的在那邊申請Motion 然後要去討論Motion去辯論 然後去怎麼樣 那這個整個程序就可以省略掉 所以他的破產程序就可以非常的迅速 所以他可以把那個破產程序的那個 所謂的破產成本就降到最低 所以這樣的一個制度 pre-packaged bankruptcy 他很可能可以讓一些財務危機 比較簡單 比較輕微的公司 他可以用最迅速的方式 去提出重整的計畫 然後也可以很迅速的讓公司 重新回到正式運作的一個途徑當中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 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那當然我們的台灣的那個破產的程序 是不太容易成功 那不太容易成功的原因 我們剛才已經有講過 就是說台灣的話 他通常來講 沒有專業的一個破產的法庭 所以法官沒有辦法對於公司在處理債權的 任何一個途徑當中 他去做一些準博的一些動作 所以他必須要去委派 所謂的重整的監督人 那重整監督人只是遼聚一格 因為重整監督人來講的話 他又沒有罰則 所以通常重整監督人的監督過程 是沒有效率的 所以重整監督到最後的話 也就是在籠藏的重整的過程當中 非常有可能這個重整的公司 就掏工資產 然後變賣資產 然後等到時候都沒有辦法 進行正常營運的時候 公司就非常接近 那個清算的一個階段 然後很可能 那所有的債權人 所有的員工 都沒有辦法得到重整的一個好處 所以在台灣來講的 從整而重生的公司的比例非常的小 那跟我們的那個法律制度的不完整 跟我們的沒有專業的那個 從整的法庭 那也有關係 那我們當然普遍來講 在台灣的那個 企業經營的氛圍裡面 就是說 所有的債權人都反對重整 所有的債權人 因為我們以往來講的話 政府都有一個紓困的專案 就是一個公司 產生那個財務危機的話 那他會跟政府的經濟部 去申請所謂的紓困 那紓困的話 就由政府保護 讓他在某一段時間裡面 不受這些法院的干擾 但是呢 通常在這段時間裡面 企業經理呢 很可能就會掏工資產 或怎麼樣 那所以讓債權人就會非常反對 重整的程序 所以反而是 很多的債權人就跟政府 告來告去 就反對這樣的紓困的方案 OK 所以我們普遍的氛圍 是不太適合講重整 而讓企業重生 我們剛才有看到 在美國的制度之下 有80%幾的企業 是經過重整以後 重生的 就是因為他們的制度 設計得很好 所以他們就不會有大量的 因為公司惡性倒閉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好 那這是有關於 財務危機的 產生跟他的一個解決方面的方案 那如果各位真的有興趣的話 那可能在 生事法上面 公司法上面 會有一些 講程序比較多的一個課程 那你們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資料來看 先給大家看 那站在前面 品質好 再給大家看 就可以補充 一下 的 反應 才可以 判決 用 你 此